欸 這個毛毛的是什麼東西啊 現在很流行的那個髮圈啊 然後就是這樣戴 然後毛茸茸的冬天的感覺 反正跟你講你不懂啦 好啦 那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呢又要去Costco買購 好 那既然要去Costco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要戴李子夾啦 不是 好嗎 去了三趟買了三個是什麼 一個夠嗎 你覺得 夠啦 一個就夠 那就夠夠囉 好啦 夠夠 來 我們原本想說要買哪些東西 干貝蝦仁跟那個咖啡吧 咖啡就是我買那個 以前常在喝的保險盤 黃金咖啡豆 那為什麼現在呢 又多了一個保冷袋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買了 春節海鮮特味醋 其實今天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東西 我很期待但是又怕受傷啊 因為那個是要自己處理調味的 那沒關係就是交給你啦 我怕我搞事 好吧 那我們就趕快回家開箱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是回家囉 再來跟大家開箱 我們這一次買了什麼東西 第一項呢就是這個 上次我們買的咖啡豆 算是被很多人給討論喔 大家覺得說 Costco那個瓜地麻辣咖啡豆 好像有點太過於亮了 亮 就是它色澤有點過亮 假豆是不是 欸不是假豆 可能就是加工過頭之類的 其實大家最推最保守 最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 就是這個黃金色的 星巴克咖啡豆啦 我剛才發現 多人的車上都有一包這一個 對 而且你上次不是看到有人 身上十幾包 價賬全部沒有 對這個很紅是不是 就上次為什麼我們要買 瓜地麻辣咖啡豆啊 因為沒有這個啊 對上次好像沒有看到這個 我們下次可以玩那個盲測嗎 看那個最好喝 這個是瓜地麻辣啊 上次很受歡迎的雞湯 我們再買一組 那這個一組是三包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蠻好喝的 其實它一包的湯真的偏少 如果你愛喝湯的話 你真的是要兩包一起下去煮 那個湯的量會比較多 所以建議大家要買一次買個兩箱好了 它一箱沒有很貴 三包五百塊吧 這其實沒有很貴 這是什麼 為什麼 我們會有貓貝莉特選銀罐系列 我們家不是沒有養貓嗎 我看隔壁的阿姨扛了二十箱 現在剛好做活動 然後架上也被一掃而空的那種 然後我家貓又是很愛挑食 所以想說試試看 那應該是偷放進去對不對 我不得不說它的包裝真的超可愛 那時候是我先看到 就粉紅色包裝有貓咪 所以我發現是貓飼料 我自己沒有養貓都很想要買 等一下沒有養貓要買什麼 你是要自己吃是不是 再來這個 這個鮮蝦沙拉應該不用多講什麼了吧 因為這個就很好吃 酸酸的 而且它裡面都是那個青木瓜絲 像我們就很愛吃肉類的食物 就配一點那種清爽的蔬菜 就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Costco蛤蜊還蠻划算的 它蠻大顆的 然後總共四小盤 是398 我覺得還OK啦 它蛤蜊大顆嗎 它蛤蜊蠻大顆的 下次有空炒給大家吃 下次有空炒給大家吃 你是要去炸銀貨是不是 8吋生乳酪蛋糕 這好像也不是我放的欸 剛才那個貓罐頭的人再回來一下 好再來 這個最大包的蝦仁 這個也不用多講啊 每次去就是買就對了 還有這個干貝也是 這個干貝也真的必買很好吃 然後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買紅鍋腿 因為你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你老闆會早上幫你做好的早餐 幫你用個培根 幫你煎個蛋 然後放在你面前呢 幫你用個奶茶 幫你用個咖啡 說大家請喝等一下準備上工嗎 但是你不是老闆嗎 你是我老公嗎 然後再來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拿的 這是巴勒檸檬綠茶 聽說這個還蠻紅的 然後前兩次我去看那個那一區 就是沒有這個巴勒系列的 巴勒口味的 然後再來這個 厚奶茶 這個應該就是每次去一定要拿 我覺得很好喝啦 你說它真的頂級好喝嗎 也沒有 但是你 可是它 等一下是葡萄是什麼 這葡萄很美 所以你是因為它美才買它的 然後再來還有一項 這個應該也不多多解釋啊 每次去一定要在Costco買的辣雞式 真的很好吃 每次去一定要買 那各位 這是今天的撞頭戲啊 我們呢就是買了Costco的春節海鮮組 光看它的定價就是真的蠻划算的 這個海鮮組呢就是小小的包冷袋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可以為了包冷袋去賣 可是我覺得真的小的包冷袋 非常的實用 對所以我要介紹鮑魚了 別讓他們變噁心的笑 什麼 它裡面有六個大大的鮑魚 剪輯子上一下好大喔 幹嘛笑成這樣 這個就真的大鮑魚啊 看起來 好了鮑魚現在一定要過 好再來除了鮑魚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干貝 它的干貝啊 HUGE OK 這個真的有比這個還要大 所以我覺得光是看到這兩樣 就開始覺得這個好像有點超值 HUGE is good 再來就是一個 一個大螃蟹還有龍蝦 我記得它這個單買好像就要1000多塊了吧 總結來講這四樣加起來 只賣2000多塊2999 光是看那個平均價 你就覺得好像還蠻划算的 超划算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料理嗎 其實我剛好偷問一下旁邊的服務小姐姐 她就說呢 其實這個螃蟹她已經煮好了 只要用電鍋啊 或是用蒸的 或是Ponyton裡面煮就好了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龍蝦 以及大鮑魚的部分 好了 鮑魚鮑魚好了 但是我其實非常期待這個春節海鮮桃子 希望我的海鮮料理不要搞濕 那再來是麻油雞飯 這在上部影片大家有人推薦啦 說這個很好吃 那我覺得它這個賣相看起來 的確也算是蠻好吃的 所以這次就買來嘗鮮看看喔 還沒開封就聞到那個香氣了 這是我買的 然後再來 香港美芯喔 美芯蛋捲 那個是第一項我放進的物品 為什麼 這個這個什麼特別的嗎 我就問 這個要怎麼拿第一根 不行 真的不行 可以可以可以 我試我試我試 等一下搖搖搖搖 那我玩那個 我們要來煮這個 Cosco的海鮮子 還有鮑魚啊 干貝啊 再來重頭戲就是一隻 這個叫什麼 奶油蟹喔 還是什麼 龍蝦 還在亂講 要這種便包蟹 等一下我還沒準備好辣 你做什麼 欸 好好吃啊 阿康 好請問一下 有熟嗎 嗯有熟 蝦子很脆 那你覺得好吃嗎 好好好 他吃到沒辦法講話了 好吃 感謝阿康招待 喔 這很臭喔 啊 啊 超好的 超好的 這什麼鬼啊 流汁 等一下喔 好 好 欸 吃吧 有吃吧 吃吧 吃吧 烯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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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fon得喔 咦 聞起來就是很濃郁的海鮮 但是是香的 我剛有試吃一個 那它其實第一口吃起來感覺是 很鮮美很甜美 跟我一樣嗎 可是後面就有一股海鮮味上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好啊 你可以接受 不就這樣子嗎 我講一下好了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一點湯湯水水 其實在聞的時候 那個是很濃郁的 有點不能接受海鮮的味道 那吃得出來它是很新鮮的 我覺得比外面煮的還好吃 好那整體10分你給它幾分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愛吃鮑魚啊 應該6吧 那我蠻想知道的是 因為我們是完全的清蒸 我們只有加一點點的鹽上去 那我不知道它還可以做什麼變化 不然你問一下 有沒有會料理的觀眾在下面留言 好啦那為什麼只有這些龍蝦肉呢 因為我本身的料理功夫不足喔 我只能把這些拿出來 接下來就給我們的 最佳試吃員去試吃囉 好啦吃了囉 好吃 喔這個有喔 這有 這有 你要分我吃一口 不要 這一口 有 欸有喔有 有 好那基本上 我們先跟大家說對不起 我們糟糕的食物 我們料理功夫真的不足喔 最大的重點就是給 這一絲的Costco海鮮黏菜套組 你打幾分 滿分10分 我給10分 其實海鮮最大的重點就是要吃新鮮 那是因為我們對不起這組海鮮 煮新鮮我就給給過 新鮮的海鮮 讚讚 那大家要去記得訂閱阿康 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更多的新資訊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掰掰